各界的朋友 都有人有疑惑 说 太极门的案子那么久了 那么也花了那么多钱了 花了那么多的人力 干嘛不搅一搅就好了 都可以协商嘛 对不对 太极门 走了到第25年还继续坚持 而且最主要是去年 土地已经被拍卖掉了 还继续走 为什么 坚持公理正义 当他把这个提升到法税改革 变成要让我们整个台湾的法税制度 能够更落实公平正义 今天这个主题叫做 从良心教育谈 民主自由之落实 请问各位 我们在场的各位 有在从事教育工作吗 有 支持法税改革联盟的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都正在做 落实良心教育的工作 对不对 我个人在税务的环境 也受到有一些不平等的待遇 但是如果是个案的话就隐忍吧 但是如果是属于制度结构性的问题 实际上当然必须要发生 实际上以目前我们的立法 经常有一些法案 都经常是 立委们的 立议法案 所谓立委是 立的立 立委的 权益法案 会保障 普罗大众吗 有一些会 有一些不会 在123自由日的时候 实际上要谈的真正 再怎么谈 最主要还是非常敬佩 我们太平们的师兄姐们 坚持了二十几年 还有我们这些支持的朋友们 实际上 我们站在公理正义的一方 不把自己受苦受难的这些事情 当作个案 变成要改革整个中华民国 不合理的法税空间 这一点就是非常有良心 非常秉持正义的做法 实际上 这个才可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